首先要祝各位在准备高考 或者是在高考的同学 考试顺利 读什么出什么 大家好,我是三号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要和你分享一个APP 也许对你的高考会有所帮助的APP 这个APP叫做XMindGen 它最主要的功能就是让你画一个MindMapping 有很多专家研究过后 发现到MindMap 其实是非常适合我们大脑 来理解 或者是学习或者是记忆的一个方式 在我的说明文里面 我会放下一个链接 点击那个链接就可以下载这个APP了 不过在我还没有开始之前 请同学我打一个小广告 XMind TV会一直更新 关于MacBook和MacOS的使用小技巧 如果你对这方面资讯感兴趣的话 欢迎你订阅和关注XMind TV 那我们开始吧 主要点击道路 它就会自动帮你下载 下载好后打开它 这个就是它的APP了 然后我们只要把这个APP拖进去APP 拖进去后我们就可以在这边看到它 我们也可以在我们的Launchpad找到它 点击它就可以开启了 开启后呢 那我们就可以看到这边有很多Mind Map的模板 这是New 我们可以从Library这边呢 我们可以看到更多更详细的模板 这里呢 我就以简单的开始 首先就以这个Snow Brush 开启后呢 开启后呢 其实它也很简单 其实这个Mind Map呢 就是以简单作为出发 它有几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呢 就是你整个的中心思考 第二层呢 就是你主要的要点 然后我们还可以再添加次要的要点 就是在这个Sub Topic这边 当然我们可以在这个次要的要点这边呢 我们还可以再添加多一个更加次要的要点 如果不要的话呢 我们就点击它 然后在这个线这边 中间我们按减 就会不见了 现在我们就来看看它更加高级的东西 右上角的这个Icon跟这个Format 我们点击Icon 这边有两个东西 一个叫Marker 一个叫Sticker Marker的话呢 就是我们可以看到的这些小小的一面 Emoji 好像在这边这个Mantle Beat 我们可以在这边加一个Emoji 而Sticker呢 它则是以一个比较大图片的方式放下来 有很多 至于Format的话 它可以更改这些的形状 跟这个线条的样子 像这个形状的话呢 我可以改成Diamond 至于这个线呢 我们还可以改成其他的样子 像是 还可以改它的颜色 字的颜色 很多人可能就会怕 这个只是写一个Point 如果它更加仔细的东西 我应该要怎么写 这里呢 我们可以这样子看 点击这个MainPoint 然后我们在上面按这个Notes 它会出现这样的小小的黄色的东西 然后我们就把我们比较复杂或者是多的那些Notes 它就放下来 写好后呢 我们就点击旁边这些白板 它就会出现在这里 等下我们要参考的时候 我们就点击这个 就会看到了 很多人看到这么多字的话 就不会想要去读它 可是如果把它换成这样子的话 我相信 任何人都会有兴趣看一下 而且比较容易吸收 是不是觉得很容易呢 其实有很多很多的Apps 是可以提高我们的工作效率的 而这个XMain券就是其中一种 所以如果你觉得这个影片对你有所帮助的话 欢迎你给我个赞 也分享给你的朋友 也欢迎你留言告诉我 觉得这个Apps到底实不实用 那么我是三浩 我们下一个影片再见 拜拜